亲给的必读珠子 我肯定也中毒了 海棠痛得深嫌了一声 轩盯着小六 请给解药 小六冷笑 怎么 你还想抢抢 那就来吧 见谅 轩出手夺药 小六后退 小六知道十七在他身后 只需十七帮他挡一下 他就能看出轩的灵力属性 读到他 可是 十七没有出手 小六回头 看见屋脚空荡荡的 十七并不在屋内 小六被轩击中 身子软软倒下 轩没想到看似很自信的小六 竟然灵力十分低位 仓促间尽力收回了灵力 抱歉 我没想到你 他抱起小六 查探他的伤势 还好他本就没打色伤人 小六只是一时气息阻塞 小六靠在轩的臂膀上 臀脚慢慢地上翘 笑了起来 眼中尽是鸡巢 事后要孝尽众生 轩愣住了 阿念捡起地上的药瓶 会给海棠 海棠闭目运气一瞬 说道 是解药 阿念鸡巢小六 就你这没用的样子 还敢和我们作对 小六推开了轩 挣扎着战气 混 阿念心动手 轩拦住他 既然毒已经解了 我们回去 他看了小六一眼 拽着阿念往外走去 阿念回头 用嘴形对小六无声的吗 见您 小六走进后院 坐在石阶上 石七站在了他身后 石七站在了他身后 石七微笑地看着天色 慢慢暗沉 长长地叹了口径 他错了 不该去指望别人 石七蹲在了石六身旁 把装灵石的小竹篓递给小六 小六问 你认识他们 石七点了下头 他们是神族中 世家大族的公子小姐 石七犹豫了一瞬 缓慢地点了下头 你是怕他们认出你 还躲避 还是觉得我不该招惹他们 所以你隐匿 让他们顺利取走解药 石七低下了头 小六抬手 打翻了小竹篓 压脖子鸡爪子洒了一地 小六向门外走去 石七刚要站起 不要跟着我 小六的命令 让他只能站住 小六走到河边 看着河水哗哗流淌 不是生气石七让轩 夺走了解药 而是当他想依靠一个人时 回头时 那人不在 他只是生自己的气 竟然会让自己 有了这种可笑的星号星号 小六跳进水里 一流向上游去 河面越来越宽 河水越来越湍急 冰冷的河水冲刷着一切 不分昼夜 永远川流不息 小六与水浪搏击 感受着会冲走一切的力量 笑声从空中传来 小六抬头 看见香柳闲适的 坐在白羽金罐雕上 低头看着小六 深夜捉雨 香柳伸手 小六抓住了他的手 解力翻上了雕背 打雕呼啸上 风云翻滚 小六是衣裹身 弄得直打哆嗦 香柳把酒葫芦扔给小六 小六忙喝了几大口 烈酒入肚 冷意去了一点 香柳斜以着身子 打量着他 小六酒撞狗胆 没好气地说 看什么看 我又不是女人 只有少数的神族 才能拥有自己的坐骑 即使灵力不低的神 第一次在坐骑背上时 也会惊慌不安 而你 太放松自如了 那又怎么样 我只是越来越好奇你的过去 小六仰头灌酒 你在和谁生气 要你管 你又欠仇了 小六不吭声了 打白雕飞到了一个 葫芦形状的湖上 昊月当空 深蓝色的湖水 荧光淋漓 四夜无声 静谧的像是锁住了时间 小六把酒葫芦 扔给香柳 站了起来 他张开双臂 迎风长笑 满头青丝飞舞张扬 笑声尽出 他突然翻身掉下 若流星一般坠向湖面 香柳踏了下身子 白雕随他一动而飞动 也坠落 小六如美丽的蝴蝶 落进了银色的波光中 消失不见 淋漓银光变成了一圈 又一圈的涟漪 又在光影变换 最绚烂美丽时 小六像游龙一般 冲出了水面 伸手抱住了白雕的脖子 会有水吗 咱们比比 香柳不屑地笑 小六说 有本事你不要用灵力 香柳举起葫芦喝酒 小六继续 怎么 不敢和我比 香柳抬头赏月 小六在街再丽 怕输啊 不是吧 魔头九命 居然胆子这么小 香柳终于正眼看小六 看在你再求我的份上 我同意 我求你 不是吗 小六头挨在白雕的脖子上 好吧 我求你 香柳慢吞吞地脱了外衣 跳进水中 小六朝着岸边奋力游去 香柳随在他身后 湖水冰冷刺骨 小六用力地一滑又一滑 身子渐渐地热了 可以忘记一切 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那么自由 那么轻松 那么快乐 唯一的目标就是游回岸边 多么简单 一个多时辰后 小六游到了岸边 香柳已经坐在篝火边 把衣服都烤干了 小六爬上岸 一样了 不过 他从衣服里抓出条鱼 我捉了条鱼 好了吧 更好饿了 小六真的开始烤鱼 香柳说 一小时候应该生长在多水的地方 会有水就能说明这个 会有水不能说明 但有水让你快乐放松 你们人不停地奔跑 追寻一些很虚幅的东西 可实际真正让你们放松快乐的东西 往往是你们童年时的简单拥有 小六吹了声响亮的口哨 都说你是九头的妖怪 九颗脑袋一起思索 果然威力非同凡响 连说的话都这么有深度 你不知道这个禁忌话题吗 小六不怕死地继续 我真的很好奇 你说九个头怎么长呢 是横长一排 还是树长一排 或者左右排列 左三个 右三个 你吃饭的时候 哪个头先用 哪个头后用 小六的嘴巴张不开了 呜呜 香柳把烤好的鱼拿了过去 满条丝里地吃起来 小六只能看着 香柳吃完鱼 打量着小六 其实我比较爱吃人 你这样大小的正好 给我每个头咬一口 她的手俯上了小六的脸 扶下身子 咬住了小六的脖子 小六的身体速速颤抖 猛地闭上了眼睛 香柳的舌尖品尝到了血 心内震惊过后 有了几分了人 她慢慢地瞬息了机后 抬起头 还敢胡说八道吗 小六用力摇头 香柳放开她 小六立即连滚带爬地 远离了香柳 香柳以着白雕 朝她勾勾食指 小六不但没走过来 反而倒退了几步 香柳腻着她 还笑问 你是想让我过去吗 小六急忙摇头 乖乖地跑过来 爬上了雕背 快到清水阵势 香柳一脚把小六 踹下了雕背 小六毫无准备地 坠入河里 被摔得七荤八素 她仰躺在水面上 看着白雕呼啸远去 引入夜色尽头 连咒骂的力气都没有了 小六闭着眼睛 河水带着她顺流飘下 估摸着到回春堂时 她翻身朝岸边游去 星号星号递上来 一抬头看见石漆站在前面 小六朝她笑笑 还没睡啊 小心身体 早点休息 从石漆身边走过 石漆跟在她身后 小六当作不知道 一直走到屋子前 石漆还是跟着她 小六进了门 头未回地反手把门关上 她赶紧脱下石衣 随便擦了下身子 光溜溜地躲进了被子 本该冰冷的被子 却没有一丝冷意 放了熏球 熏得被窝又暖和又香软 炭子和老木显然不是怎么细致温柔的人 小六只是笑笑 翻了个身 呼呼打睡 疲惫的身体连梦都没做一个 第二天 小六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因为麻子在屠户高家养伤 老木虽然看上去恢复了正常 却只在院子里忙 不肯去前堂见人 所以很多活都要小六干 幸亏时期能帮上不少忙 看病 抹药 做药丸 忙忙碌碌一天 晚上吃过饭 炭子看老木进了厨房 低声问 这事就这么算了 小六看着压脖子 不这么算了 你想怎么样 炭子用脚踢着石磨 我不干 小六把鸡脖子甩到串子脸上 傻得串子捂着半边脸 我看这些年我太纵着你了 让你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这世上 只要活着 就有再不攻也要忍气吞声 就有再不干也要退一步 我告诉你 就是那些王子王鸡也是这么活 炭子想起了小时的苦日子 不得不承认六哥的话很对 他们只是普通人 低头弯腰是必然的 可嘴里依旧嘟囔着顶了句 说的和真的一样 你又不是王子王鸡 你个归儿子 三天不打上房街瓦 小六跳了起来 提起扫帚就挥了过去 炭子抱着头 掘着屁股 冲进屋子 赶紧关了门 小六用扫帚拍着门 怒气冲冲地问 我的话里听进去了没 老木站在厨房门口 说的 小六 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 放心吧 我没事 他关好厨房门 鼻指头 勾搂着腰回了自己的屋子 小六立即掩起息鼓 把扫帚扔到墙角 篷子把窗户拉开一条缝 担忧地看向老木的屋子 小六拍拍他脑袋 低声说 那些人只是清水镇的过客 等他们走了 时间会淡化一切 老木会和以前一样 炭子点点头 关了窗户 石七把装零食的小竹篓 递到小六面前 小六拿了个鸡爪子 石七的眼睛亮了 小六冲石七客气地笑笑 谢谢 石七的眼睛暗淡了 小六一边啃鸡爪子 一边进了屋子 随便踢了一脚 门关上 石七端着小竹篓 低锤着头 静静地站着 六个月后 轩和阿念并没有如小六预期的一样 离开清水镇 让一切变成回忆 串子一边处地 一边愤愤不平地说 六哥 那臭娘们和小白脸 在街头开了个酒铺 我叫几个乞丐 去把他们的生意坏掉吧 小六踹了他一脚 你要能有本事 坏掉人家生意 你就不是串子了 串子狠狠地把锄头砸进地里 小六何事 你给我仔细点 伤了我的新的草药 我处你 坏子闷声说 老木到现在连门都没出过 他们留在镇子上 你让老木怎么办 小六趴在木桶饼上 吃着花草琢磨 家里可不仅仅是老木不出门 时期现在也是很少出门 偶尔出门时 也会带上半遮住面容的弱力 小六想不明白了 时期估计是迫不得已 不能回去 可能小白脸轩和臭娘们阿念看上去 日子过得挺顺 怎么也赖在清水镇呢 难道他们是相恋 却不能相守 私奔出来的 身家普通的小白脸 勾引了世家大俗的小姐 小姐带着婢女逃出家 一对苦鸳鸯 串子蹲到小六面前 六哥 你想啥呢 小六说 看看吧 清水镇的生意不好做 他们坚持不住 自然就关门大吉了 串子一想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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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